光明孔持續延燒 春節後不少企業陸續開工 新美市在八號爆出板橋一家四口確診 其中在某公司實習的小女兒 案一九三四六 因為快篩驗出陽性 CT值二十點三六 連帶她的爸媽和姐姐也匡列採檢 都確診CT值分別為十九點六 二十五點六以及二十八點九 四人都是無症狀 緊急匡列二十五人 最早發現確診的小女兒大學生 還在四處打工 二月五號有點流鼻水 兩天後採檢確診 發病日感染源還有待調查 姐姐則是會計師事務所的員工 為在新一區這間會計師事務所有員工確診 事務所緊急要求全體同仁返家工作 聯繫大樓徹底清消 案一九三五五是大女兒 在新一區的會計師事務所上班 二月五號到七號 曾返回辦公室和同事有過短暫接觸 但沒有和客戶有接觸時 事務所要求員工立刻下班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一收到通知 然後公司就是也立刻就請大家回家了 新北市府也公布一家四口足機 小女兒足機最多 包含IKEA新裝店 保雅新裝隆安店 以及多家超商 捷運路線包含板南中和新爐 以及環狀線等五個站點 父親足機多了松山新電線 以及姐姐的新一旦水線 一家四口感染源不明足機多 橫跨雙北 重疊的民眾得要留意 三一線 留意著張啟雲台北 採訪報道